东奥科技在线的学员 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本章最后一个知识点 战略管理中的权利与利益相关者 这部分内容原来在第四章第四节 今年为什么调整到第一章第二节战略管理当中呢 因为战略管理我们分为三部 战略分析、战略选择和战略实施 这三部它和利益相关者都有密切的联系 而不是说只有在战略实施时 才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我们之前在讲战略选择评估战略备选方案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所以今年顺序上做这样一个调整 但是内容没有发生变化 好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利益相关者 顾名思义 就是这些团体个人 他们的利益和企业有密切的相关性 都有谁呢 简单来记啊 内三外四 企业内部有三个 我们按照组织层级进行划分 首先是投资者 这是决策者 接下来经理层 然后是员工 那外部有四个 一个是政府 一个是你的上下游 就是购买者和供应者 另外还有你的资金提供者 债权人 还有社会公众 这些利益相关者 他们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针对于企业的诉求 我们先来看投资者 首先投资者指的是谁啊 股东这肯定是投资者 另外还有机构投资者 比如说保险 我收上来保费之后 肯定要做投资 使财富增值嘛 还有养老金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收上来养老金 也要进行投资 从而实现财富增值 那对于投资者来说 他追求的主要是股息红利 另外有一部分投资者 他可能为了追求控制权 他追求控制权成为大股东之后 他就获得了现金流权 对于企业的利益怎么分配 如何做决策 可能就他说了算了 那接着我们看经理层 他指的是中高层管理人员 比如说CEO CFO CTO等等 那经理层 其实他们对于企业的诉求 可以说是多样化的 最主流的观点 是经理层 他追求销售最大化 为什么呢 因为销售额最大化 代表了这些高层管理人员 能力最大化 这样他们的报酬 也可以提高 这是经理层追求销售最大化 这个观点 它的核心 接下来我们看员工基层 那对于一个普通员工来说 他肯定追求收入要稳定 有很好的福利 职业也比较稳定 有发展 接着我们看外部 首先说政府 政府呢 他主要希望企业能够按时纳税 这样呢 才可以保证财政收入嘛 购买者 供应者就是上下游 我们现在分析的是某一个生产者 那现在生产出来产品给到下游 比如说给到经销商 为什么称之为是下游啊 你整个商品流转 是往前走往下走的嘛 然后上游呢 供应商提供原材料零部件 那现在上下游 他就希望在这个产业的链条当中 通过跟你中间这个生产者进行交易 而获得更多的利益 再来说债权人 他们是资金的提供者 那作为债权人来说 比如说银行把钱借给某一个企业 他的诉求 第一 你本金利息要按时偿还 同时他希望保证比较好的偿债能力 比如说你资产负债表看起来比较健康 资产负债率不能太高 好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社会公众 社会公众呢 他希望企业能够承担更多的 社会责任 你对于红十字会进行更多的捐款 你多建几所 希望小学 好 我们分析完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之后 你会发现啊 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它是不同的 甚至他们之间可能会产生矛盾 那咱们接下来就看三对最主要的矛盾 先来看投资者和经理层 他们之间的矛盾 关于解释他们两者之间的矛盾啊 有三个理论 第一个就是鲍姆尔的销售最大化 刚才咱们也分析了 经理人他为什么以销售最大化作为目标呢 你销售最大化体现我能力吗 那这样呢 我的报酬肯定会提高 对于销售最大化来说 一般都要最大化生产 我生产能力是多少 我要全面发挥出来 那对于投资者来说 他追求的一般是红利最大化 除了有些投资者啊 他为了追求这个控制权 那绝大多数的投资者 他肯定也会追求这个红利最大化 那追求股息红利最大化 那这种情况下一般都要低于产能 怎么去理解 好我现在啊 就是追求销售最大化 那怎么样卖出去最多呢 我现在啊 售价低于成本 这是不是销售最大化 但是你并不是利润最大化 就等于是销售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 两小时间肯定是有冲突的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最终它是一个均衡的结果 也没有实现最大化生产 当然也没有说一定要追求这个利润最高 要找到一个折中点 好接下来我们看 马里斯的增长模型 他认为啊 经理人要实现的是规模增长 就公司规模的增长 为什么呀 我们看现实当中啊 都有这样的情况 你大公司的CEO和小公司的CEO相比 薪酬能差多少 成千上万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大公司的CEO 我控制的资金规模大 说明我的能力强啊 我能力强 我就要获得更多的报酬 所以经理人 他始终希望啊 公司规模要尽量的增长 这样体现的能力 但是投资者呢 我还要考虑风险啊 假如说有一家企业 我现在经营多个行业 那可能我没有精力去进行管理了 这种情况下 我可能利益 投资者利益就会遭受损失 所以投资者最终还是关注的是他的报酬 我不能一味关注公司规模的增长 我要考虑风险 我要考虑市场评价 你扩大规模 你投资很多 你不擅长的行业 那可能市场对于你 这个公司的评价就会下降 认为你未来风险很大 所以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 最终的结果呢 是将公司的规模控制在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理论啊 是威廉森的管理权限理论 他认为经理人追求的是什么 是权力声望的最大化 你不能只把经理人看成是一个人 你要分开来看啊 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同时他还是经理 那作为这个经理人 他关键的目标是实现经理这部分的目标 那经理这份目标呢 就是权力声望的最大化 包括他能控制的雇员 你控制的雇员越多 是不是体验他自身的能力啊 好 另外一部分呢 是他自身的薪酬 另外还有可支配的资产 所以说威廉森的管理权限理论 他等于将前两个理论啊 做了一个整合 那对于投资者的目标是比较单纯的 还是为了追求股息公立最大化 这样的两者之间就可能会产生冲突 因为经理人别的不说啊 你看他要求薪酬最高 那经理人的薪酬高了 是不是最终分贝给股东的收益就低了 两者之间这是有直接冲突的吗 另外你经理人希望雇更多的员工成本上去了 希望办公室更加豪华一些 那是不是花的也是股东的钱 那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要涉及到公司治理 站在威廉森管理权限理论去看的话 经理人他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 什么叫信息优势啊 对于一个比较成熟的公司来说 会实现的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 那经营权在管理者手中 所有权在股东手中 虽然这个公司是股东的 但是呢他把公司交给管理层来经营 那你说谁掌握经营管理的信息多 当然是经理人他掌握的信息多嘛 他掌握的信息多就借助这个优势来侵蚀股东的利益 当然我们公司治理对于这块啊 可以展开去讲 这一块三个理论你听明白就足够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对矛盾 就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矛盾 这个很好理解 你但凡有些社会经验 你作为员工你追求什么 我肯定希望你工资收入多一些 然后呢你工作又很稳定 福利又好 但是企业它是要尽力的 追求这个员工能给他带来更多的效益啊 所以他会约束工资水平 最终的结果呢 是讨价还价 看谁讨价还价的能力强 谁占强势地位 比如说我是员工 但是我这个技能比较稀缺 那可能我讨价还价能力就比较强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对矛盾 就是企业利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矛盾 企业追求什么呢 追求的是自身的经济目标 公众期望什么 公众期望第一 你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基本要求 第二呢 你要保护自然环境 第三 你还要支持公益事业 比如说啊 你要支持红十字会 给红十字会捐款 多建西方小局 好 那这两者之间就出现了矛盾了 如果说我企业把资金 比如说都支持公益事业了 那可能我就没钱进行下一步扩张 进行下一步发展 那究竟作为一个企业还说 到底我对于工业事业该支持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啊 这没有一个定论 有一种观点呢 他认为你企业是不是要交税啊 你交这个税就上缴了财政了 你上缴给国家了 那你财政完全可以拿这些资金 去支持公益事业 所以你作为一个企业来说 你只要按时足额的纳税 其实你对于社会公众就有了一个非常充分的交代 但是有一些观点呢 认为我们说企业按时纳税只是一个底线 你作为一个企业 你也是社会当中的社会当中的一员 所以你要更多的除了这个底线之外 你要尽可能多的去履行你的责任 但是这个目前啊 没有一个定论 好 那针对于这部分内容呢 21年 注意啊 首次在主观题当中考察 以前这一块啊 不管是综合题 还是说这个简单啊 判选择啊 从来没考过啊 去年在综合题当中就出现了 那这一块其实难度并不大 关键问题在什么呢 它很容易和后边那种搞混 这一块一谈到社会公众 同学们就想到什么 社会责任 我们在第六章当中 谈企业面临的风险的时候 内部控制应用指引有这一条 所以同学们都往那儿想 就张冠礼贷了 所以这一块和后边虽然有联系啊 但是还是不一样的 这儿强调的是这种矛盾 你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 他们之间有矛盾 而我们第六章呢 是站在公司的脚步 而且啊 第六章谈事负责任呢 还是企业内部风险 所以两者之间啊 是有这种区别 很明显的区别 好 那针对于这一块那种 如果考的话 怎么把它记住 其实就这三条 你这三条如果记住的话 那其实案例是比较容易找的 简单总结一个细计的方法啊 保二公一 你今年报祝快 报了 比如说三门四门 我尽量保两门 保两门当中可能有一门非常困难 比如说啊 我保三门当中啊 有这个财管是一门 战略是一门 还有一门其他门 那我现在保两门 就保的是财管和战略 那其中呢 财管比较难 我主攻这一门 你看 保二公一 这是公益 保 保证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保护自然环境 这保二 你可以这样记 一个是保人 你看保证 这是利益相关者吗 这不是人吗 另外保物 保护什么 自然环境吗 这三条真记住了 基本上啊 这分就跑不掉 那针对于这一块呢 教材又谈了一个概念 叫组织呆滞 它指的是啊 企业最终 它其实不是一个最完美的结果 而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你希望这个组织满足各方的利益 这是不可能的 那它会丧失一部分这个效率 它不可能达到效率最完美 它会丧失一部分效率 而丧失这部分效率呢 是大家分摊 你各个成员 各个利益相关者分摊 这就叫组织呆滞 你并不是说组织的效率是最大的 因为你尽可能要照顾 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好 接下来我们看案例1.9 那这个案例呢 就是去年考察到的主观题 你看题目问题和第六章就不一样 题目问题就是 依据企业利益社会效益理论 你要是考察第六章 应该考察什么 应该考察根据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是什么什么 好 那如果说你能定位到这个知识点 记住保二公一这三条 那建立案例和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其实并不困难 我们先来看 这第一个材料 早些年国产奶粉的安全事件层出不穷 保康主义公司近年来采取多项战略举措 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努力实现安全生产 保证消费者的利益 那你说对应是哪一条 保二公一 保保护人 保护物 还有公益事业 那这块肯定是保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基本要求 保护的是谁 客户人身安全最基本的诉求 第二举办波洒绿色希望这样一个环保公益植树活动 这不是保护自然环境吗 送分吧 最后成立保康公益基金会 公益啊 这不就告诉你了 赞助和支持公益事业 那这个案例啊 分析起来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利益相关者诉求是什么 我知道了 利益相关者内三外四 我也清楚了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考虑利益相关者呢 就是因为这些利益相关者手中是有权利的 我们并不能忽视他们 好 那接下来问题来了 权利到底是什么 我们直接答权利是什么 我们做一个对比啊 因为权利啊 它这个定义是非常宽泛的 我们来找一个概念跟它一对比 什么概念呢 职权 这个大家很熟悉 你单凡有社会经验 对吧 我在一个公司工作 那我的岗位职责当中就写明了我的职权是什么 那两者一对比 我们通过职权来认识权利啊 首先看两者的范围 职权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你岗位职责 来源于你整个企业的管理层次 而且是沿着这个管理层次呢 自上而下 越靠上管理层次越高 当然你的职权就越广 好 那接着我们看权利 权利呢 它的影响力在各个方面 不单纯是沿着这个组织的层级来走 那可能我的组织层级没你高 但是有些事方面呢 你可能还要考虑我的想法啊 这个等会我们展开去说 好 接下来看效力 对于职权来说 一般是能够被下手接受的 就上级它是可以命令下级的 但是权利呢 并不被受制人接受 就我提出了我的想法 你要考虑我的想法 好 我现在有权利提出我的想法 但是我可能会影响你 也可能的不被你接受 它并不是一个命令的关系 好 再来说权利的来源 它来源于各个方面 这个等会呢 我们要展开去讲啊 其中权利来源这一块呢 也是这一部分 课关题考察的点 那接着我们看职权 职权来源呢 就在于你的岗位是什么 你承担什么样的职能 职权很容易被发现和识别 我组织节控当中 我找到你的位置 甚至说我进你这个办公室 我一看办公室写的是财务部 或者是人事部 我就大致的知道你的职权了 但是权利它很难被施比 好 接下来我们就主要解释权利的来源 第一个 对资源的控制与权利的交换 这一块着重体现的是交换 我现在掌握一些资源 我没有权利啊 但是我掌握一些资源 我就拿这个资源来跟你交换 换取一些权利 教材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些啊 维修工人 他们维修这个机器啊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技术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呢 维修这个工艺呢 就是师傅带徒弟 口口相传 并没有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东西 所以导致的结果呢 是会维修这个机器的人 很少 那这些人是不是掌握了这些资源呢 好 那这些人就拿这个 自身掌握的这项技能 来跟管理者进行交换 你要赋予我更多的权利 你要给我更好的收入 更好的条件 好 接下来我们看权利来源第二个 就是在管理层次当中的地位 这其实就相当于是职权 那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职权的范围 它是小于权利 权利来源当中啊 是有职权这一部分 那职权肯定是 由于你在管理层次当中 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而获得相当的职权 那职权包括三个权利 一个是法庭权 法庭权指的就是你有命令的权利 我现在处在比如说经理的职位 我就可以去命令手下的集中员工 这叫法庭权 那接下来有奖励权 有强制权 这两者指的是什么 你命令别人 别人可能不想听你的 那现在呢 我有奖励权 你听我的做得好了 可以奖励你 那强制权呢 就是你不听我的 我可以给予你一部分的处分 最坏的结果 我把你看掉嘛 好 所以第二个权利来源 本上来说就是职权 第三个权利的具体来源呢 就是个人的素质以及影响 包括专家权和榜样权 专家权指的是 你在某一个方面非常的专业 导致呢 这事非你解决不可 别人都不会啊 那你越专业 你能解决的问题 越复杂 是不是给予你的权利就越多呀 这是专家权 榜样权呢 它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说 我在这个公司啊 勤勤恳恳工作了很多年 我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突出的业绩 我也没有特别强的专业能力 但是我就在这个公司 我非常的忠诚 我非常的勤勉 同样能够受到人的尊敬 这是个人素质以及影响 就包括这两个方面 那讲到这呢 你就会发现是不是这个权利来源 如果是专家权和榜样权的话 很难会发现 尤其是榜样权 我不了解这个公司 我第一天入职 我知道谁在这个公司工作时间长吗 谁勤勉工作吗 不知道 但是谁是我的领导 谁是我的上级 我入职的话 我肯定是知道的 好 接着看权利的第四个来源 参与或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或实施 举一个例子 董秘 董事会秘书 董事会秘书 你可别小看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高管 我们再换一个思路 比如说啊 是某一个省长的秘书 你要单从他的职位来看 其实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你说他们有没有权利 肯定有权利啊 他接触的是这些最最核心的人员嘛 好 我们来看最后权利的来源 利益相关的集中或联合程度 国外你看新闻联播经常说 这个国家某些行业 比如说卡车司机这个行业 他们举行了这个工会的罢工 他们联合起来 你说当个人 我觉得你要给我提高薪酬 可能公司就不听你的 但是呢 大家要联合起来 你不给提高薪酬 我现在我们都不干了 都不干 你整个运输行业是不是就停摆了 所以大家联合起来 这样呢 会使得你整个这个集体 获得更多的权利 这样呢 我们就把权利具体来源 这部分给大家讲完了 其实讲到这儿啊 细心的同学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举第一个例子的时候 这个例子呢 也是教材的案例啊 其实谈到了一个 专业能力的问题 对不对 他们是做维修的 那第二个呢 我们谈专家权的时候 专家权也是因为你专业呀 那这俩是不是都是因为专业引起的 其实并不是啊 前面第一个 虽然教材举的是和专业相关的例子 但是本质上想说的是交换 教材也说了 这个资源包括的范围是比较广的 你技术是其中之一 但是呢 如果谈技术 他主要体现的是这个技术啊 会的人少 而这个专家权呢 主要是说这个技术 他非常的难 当然啊 他难会的人也少 但是主要强调的是 因为难会的人少 进而呢 赋予他这种专家权 要考虑给予他权利 而你对于资源控制和权利交换 主要是说 这东西啊 也不经历能有多难 可能别人不想去做 或者是这个 由于某些原因 没有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导致会的人少 所以这两者强调的重点 还是不一样的 对于资源来说 可以是技术 可以是资金 也可以是某种渠道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18年的这道单选题啊 截至2015年秋 U国N航公司与M航公司合并有五年 但是呢 虽然合并之后啊 N公司 M公司 鸡汤服务人员 劳工合同不一样 就一个拿的多 一个拿的少 那大家肯定不愿意嘛 那结果呢 原来N公司与M公司的鸡汤服务员 在临近圣诞节的时候呢 发起了抗议行动 大家联合起来 然后发动这个抗议行动 解决了问题 说明什么 说明权力的来源 就在于大家联合起来 权力相关者集中或者是联合程度 这道题还是比较简单的 接下来我们看18年呢 另外一道单选题 大型采决设备制造商 长河公司 在某发达国家建立了一个生产和销售基地 面对当地陌生而复杂的法律环境 该公司法务部门呢 较之在国内拥有更大的权力 它来源于什么 主要来源于 看这儿关键表述 在于这件事很难 我能解决它 很难就体现了我自身的专业性 这是属于专家权 专家权属于个人的素质和影响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B 可能你看到一些资料啊 选的是A 咱们详细分析一下 如果说沾到这种涉及专业的 你都选A的话 那要B这个专家权就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所以两者侧重点肯定是不一样的 一个侧重的是少 我有我要跟你进行交换 你要拿权力跟我交换 另外一个虽然也谈专业 但是他侧重的是难 做这类题目 你就看这专业到底侧重什么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知识点 最后一个问题 前面我们认识了利益相关者 为什么要考虑他呢 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 第三个问题是 在整个战略管理的过程当中 他们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 运用权力的策略 一共有五种 是在这个坐标系当中进行划分的 纵轴是坚定性 越靠上坚定性越强 横轴是合作性 越靠右 合作性越强 我们先来看第一对策略 对抗和合几 对抗处的位置呢 等于是在左上角 坚定的行为 同时又是一个不合作的行为 我不考虑对方的诉求 你看我运用手中的权力 肯定是有一对 我现在如果采取对抗 我不考虑你任何诉求 你必须按我的来 而和解呢 就是非常的配合 你有什么诉求 我尽量的满足 只有双方一个对抗 一个和解 是不是最终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 教材讲了一个案例啊 远洋运输公司重组 重组之后呢 那可能有一部分员工就要下岗 那员工就联合起来 员工肯定不同意啊 他们采取的是对抗 捍卫自身的利益 坚决对抗 进行游行示威 站在公司门口 拉横幅 好 那没办法了 管理层就放弃重组 所以站在管理层的角度来说 就是和解 完全配合员工的诉求吗 你既然是通过重组 对你们利益当中损失了 那好 接下来啊 我不考虑我任何自己的诉求 那接下来我就这件事不做了 重组不做了 这是第一对 这第一对啊 在案例当中 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 但问题是 你要看清楚问的是谁 就像这个案例 我问员工就对抗 问管理层就是和解 接下来看另外三个 先来看右上角这个 右上角这个呢 属于协作 你看他处的位置就代表 坚定的行为 同时又是合作的行为 通过双方的协作 达到一个最终的结果 就是双方的利益都得到满足 教材举了一个例子啊 中国政府改革开放 吸引外资 用市场换技术 中国政府开放 向国外的企业开放中国市场 那国外的企业呢 就注入资金 注入技术 是不是双方实现了共赢啊 而且协作是一个双方最初的目的 都得到满足 啊 这个叫做协作 再来看折中 折中是中等坚定 中等合作 大家各退一步 双方相互啊 让步之后 使得什么最初的结果 最初的这个目的打了个折 教材举了一个例子啊 针对一家药企政府要求降价30% 然后这个药企啊 跟政府进行谈判 最终达到了一个结果 是什么呢 部分只有一部分的药品降价30% 你看既没有满足政府最初的要求 那你当然站在企业角度来说 他最初希望什么 最好都别降价嘛 对吧 价格能上升 这是最好的吗 所以双方最后经过谈判打了个折 谁最初的意愿也没有达到 但是最终打完折之后 双方觉得啊 这事都能接受 最后一个是规避 规避呢 是不坚定行为 加不合作行为 它的方式呢 就是我注意啊 可以是事前调整 或者是事发 一旦矛盾出现 我立马撤出 总之啊 我就是要规避矛盾嘛 我们谈这权力的运用 都是针对于矛盾 比如说啊 刚才我们讲折中 折中呢 就双方最初的目的不一样 怎么解决 刚才是打折 现在是什么 这事我就不干了 事前我调整 或者说事后 事发之后 有矛盾之后 我就立马撤出 教材讲的案例呢 是有一家企业 在中东地区啊 一看到有战争的风险 立马我就撤走了 我就不在当地投资了嘛 不就避免了这种矛盾 规避 指的是规避矛盾 而讲完了这五种策略之后 我们来看近几年的真题 国内大型制整设备制造商 西澳公司 已在欧洲 英国建立生产基地 并雇佣当地的员工 得知英国劳动者 工作水平很高 并且呢 经常在工会支持下 提出增加福利的要求之后 西澳公司修改了 投资和建设方案 操作员全部由机器替代 现在问的是 西澳公司 他采取的策略是什么 乍一看这道题啊 和教材的那个重组的案例很像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啊 刚才我们讲的重组的案例 矛盾发生了没有 矛盾 已经发生了 你已经计划重组了 员工已经意识到 他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失 所以他才对抗 那现在我们讲的这道题啊 西澳公司的案例 矛盾发生没 我就问你 这些人我招了没有 这些人我还没招呢 矛盾未发生 这就属于 事前我就进行调整 我将操作员 现在全部由机器人替代吗 你事前就进行调整了 那这应该是属于什么 规避嘛 这道题选C 好我们再来看 20年另外一道单选题 国内电子消费产品制造商 天琪公司发现其开发的新产品 被其供应商大安公司 冒名仿造并且销售 遂向对方提出抗议 并准备诉诸法律 大安公司随后表示 立刻停止侵权 并且呢 我主动就要赔给你两亿元 那现在问的是天琪公司 他在处理这个矛盾的时候 采取的模式 一定要看清楚 问的是谁啊 天琪公司就是要起诉这种 我一发现有矛盾 我就采取最激烈的方式 这是属于对抗 如果这道题 问的是大安公司 大安公司应该是属于和解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 19年这个单选题啊 2015年啊 大型野金企业金通公司 未获得稳定的原材料来源 项目稀土开采企业提出 以20元人民币收购该企业的要求 遭到拒绝后呢 双方多次谈判 最终达成部分股权互换的方式 然后成为了战略联盟 签了这个协议 那这属于什么 这就属于最初的要求 最终打了个折磨 你站在这个野金集团啊 站在金通公司的角度来说 他最开始呢 是希望21元币就把这些企业并购了 但是最终呢 我们签的是一个股权互换 可能最开始 这一家系统开采企业 人家不同意 对吧 一个是希望21元币并购 一个是不同意 最终谈判之后 大家都打了一个折 各退一步 所以啊 这个应该选择C折中 好我们再来看18年的单选题 专营化妆品销售的 这个亚兰公司 取得某外商产品的独家经销权 后发现呢 该外商把一部分产品 又批发给了另一家化妆品经销商 于是呢 向外商提出抗议 并威胁诉许法律 那对方呢 当即表示 拒绝同类事情的发生 并不出备偿 现在问的是亚兰公司 采取的什么方式 这和20年那道题 是不是很像了 只要看清楚 问的是谁 问的是亚兰 那好 他一发现问题 现在呢 就采取最激烈的措施 这应该是属于对抗 你要是问这个 这个国外的厂商 这个应该是属于何解 好 我们看最后一道 15年的单选题 某企业管理层 已将该公司旗下的两家子公司 合并实现又重组 致使呢 这两家公司 大部分员工面临工作环境 改变甚至下感风险 所以这些员工啊 联合起来进行坚决的抗争 管理层呢 就放弃了上述的决定 那问的是管理层 管理层就应该是和解 那这道题要问员工的话 员工就应该是对抗 看清楚问的是谁 好 那这部分呢 令年习题啊 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完了 那简单做一个梳理 对于这个质量 无非就是给你一段案例 然后让你分析 某一方面对冲突的时候 采取什么策略 得分要点 首先你要看清楚 刚才在面前提示啊 你要看清楚 到底问的是哪一方 另外容易混淆呢 就是和解和规避 和解是满足了对方需求 是矛盾已经发生了 你像重组这个案例 矛盾已经发生了 然后我满足了对抗者的需求嘛 重组当中对抗者就是员工 员工呢 要叫停重组 那我就叫停了嘛 对于规避来说呢 这件事还没发生呢 没发生 我可以完全无视对方的需求啊 你员工再涨工资 再要求增加福利 没有关系 因为我还没跟你签订合同 矛盾就没发生 我就调整 好 再来看第三个得分要点 就是折中与协作的区别 协作是出使目标得到了满足 你像我们之前说的 以市场换技术 那中国政府希望得到技术 得到资金 得到没 得到了 企业希望得到市场 也得到大家最初的这个要求 都实现了 这是协作 折中是什么呢 出使目标 打了个折 对于双方来说啊 谁也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 就并购那个案例 我想花20亿把你买了 最终买没买 没买呀 我也退了一步 咱们是一个股权交换嘛 最开始我不愿意跟你进行交易 但是呢 咱们谈完之后 还是实现了这种战略联盟的协议 好 那这样呢 本章对应的知识点全部给大家讲完了 简单梳理一下 本节对应的考点 第二节呢 我们主要谈的是整个战略管理 那首先讲到了战略管理的定义 还有战略管理的特征 这个考试当中很少涉及 那第三个知识点 我们谈战略管理的过程 主要是战略选择和战略实施这些部分 战略实施主要是今天进行调整啊 调整完之后 无非是对应这几点 第一点啊 战略实施包含哪些内容 第一点组织结构 第二点企业文化 然后是战略控制 然后是这个数字化的技术 最后一点呢 是公司战略和这几点要相互协调 战略选择主要考察的是评估的 备选方案 曾经考过选择题 那本节最主要的支持点 其实就是第四个支持点 战略创新管理 对于这个战略创新的类型 这个有可能考简答 或者是在中国的一当中书一问 这是比较简单的啊 有产品 有流程 有定位 有范式 那对于探索战略创新的不同方面 比如说吸引程度 这一块是有可能考简答题的 选择题这一块并不太容易出题 为什么 就两个选项嘛 要么是渐进 要么是突破嘛 好 那简答题这一块 而今年这个案例 给出来了一个出题的方向 要看清楚啊 我虽然开发出新款无人机 但是这个可不叫突破性的 什么叫突破性呢 就是对于整个行业 对于竞争格局 对于消费者的认知 都是有改变的 好 那针对于创新的产品 还是你究竟是利用你自身的平台创新 还是加速产品 这个比较容易去判断 那我们再来看创新的层面 创新层面这一块呢 你究竟是组建的 架构的 那就看你到底是一个零部件 还是说多个零部件都有影响 实际这一块可以选择 也可以简搭 也可以结合产品证明收集 这道题啊 我主要描述这产品生命周期呢 那顺带着呢 我可以谈产品生命周期 描述完之后 那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形状发生变化了 我已经进入到衰退期 但是我通过记录革新 我又进入到一个什么阶段 这就和这个实际 创新生命周期的模型结合起来 对于建立创新组织这一块呢 一共有七个要素 去年是考了单选题 那这一块啊 我觉得今年还是很有可能考的 因为去年既然考了这一块 就给出了一个出题思路嘛 今年的出题人呢 可以借鉴他 再打开一些思路 放在简单题当中考也可以 然后战略创新的这个主要过程啊 去年是考了选择题的 这个还是要重视 但凡是新的东西 战略有一个特点 就是很喜欢连续考两三年 那最后一个支持点呢 就是我们之前从第四章挪过来的 涉及到利益相关者啊 利益相关者主要考点呢 就是第一 权力来源 第二呢 就是你到底采用什么样的策略 刚才咱们分析过 这是我们这一节啊 最主要的考点 好 这样呢 第一章的内容就给大家梳理完了 以后我们每章学完之后啊 我希望同学们做一件事 要认认真真的做回顾 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一上来 先讲的是整个这一章的框架 希望同学们以这个框架为基础 自己梳理一下 我们这一章学了两节 第一节讲什么 第一节主要认识战略 那这个战略讲了有定义 然后定义无非是终点途径吧 又讲了使命目标 使命有三个层次 然后对于战略进行分层 讲完战略第二节 讲战略管理 然后讲呢 定义 特征 讲完之后啊 讲整个战略管理的过程 分为这三步 但是这三步呢 是静态的说每不做什么事 那战略管理本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嘛 所以又讲了 你要进行调整 这就属于战略创新管理 创新管理又涉及了六个小点 那整个战略管理的过程 你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诉求 利益相关者诉求 讲利益相关者到底有谁啊 为什么要考虑利益相关者 因为他有权利啊 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利啊 每一章学完之后啊 一定要做这样一个回顾 自己划出来 另外第二章第三章 第六章内容确实比较多 我们可以做完 听完一节 我都做一个回顾 因为每一节内容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独立的 比如说第三章第一节 我们讲的就是总体战略嘛 好 我们整个第一章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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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